下午好 各位 最近在Robot's RNG游戏的这段热潮气围 共玩的有五款不同的RNG游戏 今天就是要来以我个人的游玩体验 来分别对比一下这五款RNG游戏 哪一款更好玩 也可以方便你们来比较一下 看要入坑哪一款 不过我要先声明 以下所有对比都是我个人的主观意见 好不好玩 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 所以当做一个参考就好 那么首先第一款RNG游戏 当然就是这个最经典 最多人玩的这个Souls RNG游戏 然后又上角我看到那个我的鱼眼 鱼光看到有人有那个Overture 看到没有 Overture Overture 哈喽 来参观一下 哇 这个很稀有耶 一五千万分之一 啊 偏梯了 偏梯了 我还没有讲完我这个 我今天要扔那个评分标准哦 我一共会以三个项来评分 第一个是光环特效 第二个是趣味性 就是玩法那些怎样啊 好不好玩啊 第三个是我个人的体验感 然后这三项叻 我会个别就是五分是满分这样子 那么首先Souls RNG这款游戏的这个 Aura特效 对比我玩过的其他RNG 游戏来讲的话 他真的算是很顶 超级顶的 他的特效 我不敢讲是最顶 但是他真的是很顶 例如说呢 我身上特效最好看 最夸张的当然就是这个 impeach 诶 我有时间可以来show off一下 哈哈哈 我再来show off一下我的impeach 哎呀 不知道什么时候 还会再获得一个新的这个 新的破语的光环啊 你看超好看他的特效 还有像是这个R7更新的 这种普通的八千 你看八千一百分之一的 都已经很好看了 最近重置的Aquatic Flame也是很好看 所以他的特效真的是 没有话讲 我只会直接给个五分这样子 再来是趣味性 诶 这个除了主要的玩法是抽奖之外 诶 他还有这个跑酷的这种系统 给你无聊的时候 去跑跑拿一点那个运气 虽然讲这个加成的不多 但总好过没有无聊的时候 也可以去跑看一下 还有另一个就是那个药水的系统 就是这个Stella 女巫旁边有这个锅斧 可以来酿造药水 这个应该变我多奖啊 你们有看这部影片的 一定多数人都有玩过soul 3G 里面最厉害的就是这个天堂药水 啊可以抽到很好很好的东西 我之前在里面抽到这个Arkenta 大概三千万分之一 所以这个趣味性来讲的话 我会给他一个 呃 四分 四分应该差不多 那么接下来就是个人体验感 个人体验感这个我就是很主观啊 就是我对这个游戏玩下来的那种 诶 这样讲满意程度这样子 而且最最最最重要的是他很平衡 他就是没有那种配图 普遍你的那种机制啊就是什么 可能什么 商称啊可以买那种运气的啊 或者是有什么交易系统之类的 他最多有的话就是这种game path store 这个game path store 我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 所以这游戏给我的体验感也很好 然后也突然间变到这个地狱天气啊 但是我没有要继续在那边抽体验感的话呢 我会也会给他五分 我不是要拍这游戏的马屁来讲 我是真的觉得这个soul 3G很好玩 真的很好玩 这个是每个人 每个人要玩RNG的游戏的首选 肯定是这个soul 3G 然后他也是最大众的 OK那我们接下去呢先换另一款游戏 接下来这个第二款是这个Blaze RNG 其实他的原名呢 我当时候玩的时候就是叫做Blaze of Chance 现在他已经把他的名字变成Blaze RNG 然后读完的人数也变少了 他玩起来流失很多啊 来进去先 Yes 进来了 可是我 我现在往下我就在那里卡了 哎呦有有正常了 可是 为什么有一种很刺耳的声音啊 等一下我先把我的营销关掉了啊 我真的很久很久没有回来这个游戏 我也不知道他更新了多少哦 然后那时候我有抽到这个很稀有的 85000分之一的这个海洋三叉机 哎我先把他出来表演一下啊 哎 那个动作 动画都给我卡掉了 然后现在 现在再出来 哎哎哎哎哎哎有了有了有了 这个就是我很帅的这个三叉机哦 所以他的这个特效也是做到 蛮不错的 只是我没有就是我没有比这个还要更加稀有的啦 哦我旁边有一个人有这个1万分之一 这个也是做到很好看 他这个游戏总体来的这个特效呢 我是觉得我可以给他一个4分这样子 因为我之前有看过有其他人用过一些很稀有也是很好看的特效哦 所以我觉得给他4分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再来去微信这个游戏还是能够PVP 你看上面有写个combat啦 以前我有在这里面跟观众 跟我的好友打过一次在前面这个竞技场那边 哎兄弟要来打架一下吗 哎哎这边有小怪呢 哈 这什么时候更新了 哎哦哦我打得到小怪的嘛 我是在扣血啦 可是我不知道在里面打得到小怪 我以前玩的时候是还没有这些东西的 然后这个又是什么 这好像是什么地牢这样子耶 反正这个游戏的趣味性呢 我觉得我可以给他到 嗯 我觉得4.5 4.5是可以的 然后看到有人在这里面呢 哎过来打架一下 come here come here come here 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 哎 给他抛掉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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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就要来讲一下我这个个人体验感的部分 我个人体验感的话我会给这个游戏4分 就是比那个soulsage的5分少1分 因为我蛮喜欢他整体的这种 诶这种地图的画风啊 他的aura我也很喜欢 而且可以PVP我也很喜欢就是这样 那么接下来就是要去到第三款的游戏一下 下来是这款anime rng 它就是动漫版的rng游戏 我还记得当时候玩这款游戏的时候 他的aura很难抽耶 那时候不懂是我的运气不好 还是就是这个 呃这个游戏还没有修复好他的那个纪律呢 oh yes进来了 这个是我上一次玩的时候 获得到的最好最好的这个光环 dark forestman这个14000多分之一 我记得我玩的是多来20个小时 我才有一个1万多分之一的 真的很难抽 我不知道现在这个 呃现在那个幸运呢就 容易抽的啦 那时候反正我玩的时候是很难抽 至于他的这个光环特效的话 我觉得呢 多数的光环就是好像有点砸这样子 我不懂要怎样讲 就是他整体给我的感觉没有到很干净 不过我之前也有看过那种 有人有用那种破千万还是破裕的那种 爱斯卡诺的那种太阳光环的那种就很好看 可是总体来讲的话 他的水平好像有一点 有一点没有那么平衡 像这种这个reincarnate的啊 我是觉得直接能有点乱的 他的线条我是觉得太多 这是个人感受啊 个人感受先讲下我 全部都是个人观点 所以他的那个光环特效的评分 我会给他一个3.5分这样子 趣味性的话 他一样是有这些药水可以做 这也是加成 幸运加成的 还有这个市场 这个市场我记得那时候 我卖可以卖那个药水来赚钱 不过我也有一段时间没有玩的 差不多一个月这样子没有玩的 我不确定他现在有没有新增什么玩法 因为原本的话就只是 只是一直抽一直抽 这游戏就是不能PVP的 他没有PVP的系统 所以整体的趣味性 我觉得我会给他一个3分 因为他也没有那种 像兽三军那种跑酷啊 可以拿幸运加成之类的东西 那么至于个人体验感的话 我也很喜欢这种地图的这个画风 有一点那种 RPG游戏的那种feel 那种地图的feel 我觉得很干净也很美 那最终的评分呢 我会给他3分 因为我只有玩的时候 超级难抽呢 稀有的光环真的是超难抽 现在我就不知道了 现在我就不知道 你们可以自己来玩看 如果有兴趣的话 接下来是第四款 这个AURA RNG这款游戏 他现在还有蛮多人在玩的 来 加入加入 他算是我玩过 很特别的一个RNG游戏 因为他呢 他是融合了一般RNG游戏 加上模拟器游戏的这两种元素哦 诶 这个是我上次最稀有的光环 然后他的这个 是我错觉吗 他饱和度好像有拉比较高一点 那种曝光度 他好像有一点更新改变 因为我也蛮久没有玩了啊 哇这个特效 呵呵 这个好像有一点夸张耶 很大范围耶 等一下我先换一个 普通一点的AURA 不然很阻碍视线啊 哦你看这个 这又是什么 在什么行星上飞哦 还是在黑洞上飞 然后因为他有模拟器游戏的元素 所以他这些光环也是可以买的 你看是可以用ROBUS 或者是这里面的金钱来买 你能够赚钱那些 然后一样有这种铁匠铺啊 可以合成装备增加幸运值啊 不过比较不同的是 那边有一个升级 这个升级这边是可以提升自己的个人的运气哦 诶 现在有多出这个地下层运气耶 因为这游戏还是有 诶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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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什么音乐 什么音乐 这好像是有人抽中什么东西耶 你看这天空很美哦 好像特效也是做到很美 总之就是可以提升自己的个人运气那些啊 然后这游戏也是有地下层 有那种单件可以闯关在前面 啊不过在地下层前面呢还有这个钓鱼 钓鱼是可以来获得一些稀有的道具 例如这边有金钱啊 金钱是最普通的 我先开会这个声音先 我之前是有钓到药 啊药水有了有了 就是可以钓到药水这些 还有很多其他东西可以钓 然后地下层 呃 地下层有新的关卡了 之前是没有这个困难的 以前我玩这个容易的 哇呦 我差点碰到 回高科技 你看 诶诶诶诶 还有那个 那个铜的 我第一次玩的超级高科技 诶诶诶我死了 哇 给他柱子动到一下就死掉了 what the hell OK我过来了过来了 这是 啊这是终点的没有哦 这是终点的没有 这个怎样 哦还会还会升起来 然后再跳 OK再跳再跳再跳 OK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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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哦来了来了 终于啊 这个是真的有一点难度哦 幸运幸运幸运 OK拿到最普通的 那么现在我要来评分一下 首先是这个光环特效的话 我会给他一个4分 然后至于趣味性的话 我会直接给他满分5分 因为我很喜欢他这种 有这种地下层元素 还有钓鱼元素啊 就是这种模拟区元素 我满喜欢一下 至于最后一个个人体验感 我会给他4.5分 因为他这个游戏总体的 给我的体验呢 是满好一下的啦 最重要的一点是 你不用怕在这个游戏里 抽不到那种稀有的光环 因为你的光环是可以进化的 怎么进化呢 像是我现在的背包里面有 诶为什么有宠物的 像我背包里面有这种 变形立方体跟这个 荷比魔法药水啊 这个是可以给这个光环进化 我用在我这个60多分之一的啊 诶再升一千星先卸下 OKOK 再来 诶有了有了 呃这个 看一下这次他会变成什么 什么稀有度了 呃 90万分之一 然后要等多久 27分钟 哈哈哈 哇 我还等27分钟啊 这样这个勒 我等一下再回来看 因为他需要一点时间 来升级他的光环 那么我们先前往这个 第五款游戏 第五款就是这个黑沙人居 他的评分很高啊 98% 然后有两千人在玩 进去先 诶为什么他进来 是这个旧地图了 我那时候玩的时候 不是有那个 呃城市大厦那种地图了没 还是他改回来的 然后荧幕里面的这个 应该是我 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 都在装备着这个光环的 诶果然是我 哦 他又有新的更新新增东西了 诶现在可以走开先吗你 不要挡着我 这个是我那时候 呃玩到 那时候连续玩24小时 然后获得的这个 六百六十六万六千六百六十六分之一的这个 Death Melody 死亡旋律 可是这个我就觉得虽然是好看 但是没有到非常非常好看哦 六百万分之一的纪律了 我反而是最喜欢这个耶 这个一万两千分之一的 inferno这个是真的很帅 是应该是我目前在这游戏里面我拥有的 我最喜欢的这个欧拉啦 那么这游戏的光环特效呢 我会给他一个四分哦 因为我有在那个网上呢 我之前有看过有一些很稀有的欧拉的特效 做得很美 有像那些天使那些翅膀那些那些很美 只是我没有抽到 不过有个Death Melody也不错啦 反正就给他一个四分 趣味性的话呢 这游戏也是能PVP的 只不过我这个Death Melody是PVP不了 我要换一个这个欧拉先 我只是要抽补充的 我在刷那个Lofi耶 这个我来什么东西哦 Determination两万分之一 我是不是抽到了 啊有了有了 Lofi有了 我换一个先啊 用一下 OK 这个就是能够PVP的 先不要抽了 然后我刚刚抽到Determination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Undertale里面的那个七个决心 来先把我的Lofi装备上来 然后呢再把我的这个Combat on 有了我可以打架了 然后右下角就我的两个技能了 我来看一下哪一个玩家有开PVP 很好又没有人要鸟我 这样算的 我直接用在那个傀儡身上 Q 诶丢下我的音符啊 然后再E E可以把它再打飞 就是这样啦 也是能够PVP 所以这款游戏的趣味性 我会给它一个4分 至于最后的个人体验感的话 呃 我原本是想给它一个4.5的耶 但是啊这个地图会变回这个 最初始最原本的这个地图 不是像上一集我玩的那时候的那种高楼大厦 那种城市的啦 所以我现在也会给它一个4分这样子啦 OK 那么今天我要对比的5款RNG 游戏全部都对比完了 我最最最推荐的 想要入坑RNG游戏的话 一律先去玩那个Soul 3 因为Soul 3我觉得真的是最顶最顶的哦 再来就是如果你不够相信自己的运气的话 你可以去玩那个Ola RNG 因为它可以进化光环 我觉得那个蛮佛系的 也蛮多东西可以玩的 大概就是这样子 这样我要先回到那个Ola RNG哦 因为刚才我还在升级着我的那个光环 走咯走咯 OK升级好了升级好了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是 嗯 90万分之一这个特效 嗯 还算OK啦 它的特效是没有到很夸张 很好很华丽那种 但是你看后面这些人的 这些几百万几百万的就真的是很好看了 好啦那今天的对比先玩到这边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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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